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导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有一位脸友跟着净空老法师听经文法 已经快十年了 可以说也算是经济 但是前几天呢 给我留言就说 他现在很担心 很迷茫 对自己的往生完全没有把握 很担心到时候自己会生病 会业障线前 没有预知实质 又没有功夫成片 往生不了 怎么办呢 他就退失到新了 所以我听了以后啊 我就感觉非常的遗憾 因为我们很多的师兄都是听老法师的讲经 越听越法喜 越听越道心坚固 越听越知道 今生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信愿型具足 一念乃至十念都可以往生 那这位师兄为什么会退失到新了呢 还有脸友问 墨学因为烦恼习气非常的重 而真信切愿 必须把所有的毛病都改掉 否则不能往生 墨学有些毛病十分难改 用尽全力扔旅改旅饭 因此墨学心中常常认为自己今生往生不了了 完全没有信心 那该怎么办呢 我想这样的问题啊 在我们的脸友修行当中啊 很多人也会遇到 那今天呢 就来听一下定红法师的开示 听完了 就给大家解开了谜团 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去做了 你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同学有 觉得自己啊 息息毛病很重 就担心这往生不了 怀疑心就起来了 这个心呢 是什么呢 是业障啊 又加重 为什么呢 本来已经有很多毛病息息 这是业障 现在又加一个怀疑的业障啊 就障上再加障 业上又加业 所以那肯定是不能往生 如果你毛病息息很重 但是对自己往生一点不怀疑 对阿弥陀佛皆以你往生也一点不怀疑 那你这个凭你的信心 你的愿力 能感的佛力加持 待业往生 你的毛病息息再重可以待业往生 凭什么待业 凭你的信愿 相比上之下 最重最重的业障是什么呢 你怀疑 对净土法门来讲 疑是最大的障碍 比那五逆十恶 那个罪还重 为什么 他直接障碍你往生 而造作五逆十恶的人 他能悔改了 虽然可能他还有这个习习毛病 可能他以后还会有现行 但是他现在这个信愿具足 念阿弥陀佛十年得胜 所以那个信愿 能赶阿弥陀佛来 就能够帮助你待业 所以最可贵的是信心 得胜以否真的全有信愿之有 这个全字就是排他的 没有别的 只有这两个 你真信切愿决定往生 而你有真信切愿了 我告诉你 你的毛病息息也自然能改得过来 你现在为什么觉得很难改 因为你没有信心 你对自己没信心 对阿弥陀佛没信心 所以你这个毛病息息改不了 你愿力也不够恳切 愿力 想不住业力 那所以就是难改啊 这就真是没法子了 这叫自暴自弃 莫子讲 爱莫大于心死 这就是心死了 最大的悲哀 那就是往生不了 如果今天你听了我的话 你能豁然放下 把这些疑虑都放下 真正发起对阿弥陀佛 坚定的信心 求生净土 今生以后全交给阿弥陀佛 请阿弥陀佛护念你 帮你改毛病改息息 把你自己的原来那些 深重的毛病息息 全部给忘掉 不要去想它了 就现在此时此刻 你听我这个话 你发心重新做人 不再做自己安排 全由阿弥陀佛替你安排 连毛病息息也交给阿弥陀佛 让他来帮助你 你就努力改 由阿弥陀佛来帮助你 你就不用害怕 你决定往上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因为经上讲 你能够发心求生净土 信愿持明 就能得 释放诸佛之所护念 不退转于阿弥陀佛 三秒三菩提 这弥陀经大家念得很熟啊 你会不退转 你的毛病息息 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淡 最后就没有 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来改 所以可贵的是你那个信心 信为道远 功德母 真信得过 把自己完全教徒 全身心 投靠阿弥陀佛 我信佛 我信 自己 本来是佛 现在跟阿弥陀佛 何而为一 我一定能改 你这样发心的时候 真的阿弥陀佛 就跑到你身里来了 就在你头顶 恒常放光铸造 你就像这个普玄行愿品里讲的 你这个人走在世间 一切佛菩萨来照顾你 护念你 一切天地鬼神也来保佑你 不管你过去造了什么仲介 现在你已经改过自信 回头是岸了 你肯信我讲的话吗 你肯信 那真是 套去宗教里的话讲 你得救 你还在怀疑 那真的就 没办法了 那是你自己造他自己 希望今天的这个开示 能让大家受益 一定要把我们的烦恼习气放下 只要是信愿行三自粮具足 人人都可以往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失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